我冒险真的 全部 谢谢了 兄弟 跟我还客气 方婷 谢谢 客气了 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慢点啊 嗯 看什么呢 赵亚彤那车提速还挺快啊 你没得排量行 你是不是特喜欢车啊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车 就离心那车我都快喜欢疯了 可就是没钱买 离心的那个车也太奢侈了 但是赵亚彤的那款车 你也应该可以买得起啊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SUV 可是一辆车的二轮 根本买不起 我现在供着房子呢 怎么买啊 那你可以去买个二手车啊 二手车 二手车呢它又比较划算 比新车又便宜很多 就像你喜欢的SUV 大概也就十几万块钱 就能拿下了 十几万 真的啊 真的 我爸呢刚好认识一个 就折腾二手车的人 我回头帮你问一问 那谢谢了啊 客气 那我先上楼啦 回来 嗯 拜拜 拜拜 记得帮我问啊 那刘明轩跟那个女同事 怎么回事啊 就是同事呗 是吗 嗯 你们男的是不是都这样啊 喜欢喜新研究 你想多了 是吗 老光 我今天可能多了回事 什么事啊 我给你剪了一张 蒋青腰打个电话 你怎么那么爱路见不平一声好啊你啊 就你多事 我只是对蒋青腰不平而已 平平平平平你个大头鬼平 你就闯祸吧你啊 有那么严重吗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这大名怎么关机了 他只是要了命 我说你们电池怎么还没给呢 你给我打电话了吧 别演了行吗 王明轩你别太过分了啊 不是 我怎么了 你打着把文昊装修的旗号 其实干什么去了 你是打着装修的旗号 搞外遇去了吗 你说什么呢 你别胡思乱想行吗 要想人不知 除非锦莫为 没听过呀 真是懒得跟你说我 喂 你我的天哪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赵小彤 不知道你和方婷怎么回事 已经给你媳妇去电话了 你自己赶紧想办法解释吧 行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再说了 好兄弟啊 你跟赵小彤不也是好姐妹吗 说说吧 还有什么可编的 不 我 我编什么了 我是跟方婷去帮文豪装修了 但是我跟方婷什么事都没有 人家外人都看出 你们俩有事了 赵小彤跟你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 但是人家要不是觉得 你们俩有事 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呀 行 姜姨娘 我算看明白了 你心里压根就觉得 我跟方婷有事 你都这么觉着了 你还问我干什么呀 你们俩要是没事 整天成双入队的干吗呀 装修你带她去干吗呀 你想家里一个 外边一个是吧 你 我可受不了 那你想怎么着 那咱们就离婚吧 离 离就离 谁怕谁啊 王明俊 妈 妈 我明俊要跟我离婚 妈 妈 我明俊要跟我离婚 你怎么把人来出事啊 就不知何妻 你不吵架了 你又 吵架去了 没事 你回去吧 没事 你回去吧 没事 能手工工就来了 给 早点休息吧 谢谢啊 快请 晚安 妈 新娘 行了行了 妈这不是赶来吗 不怕啊 咱们走吧 行了 妈给你想办法 来了 来了 谁啊 来 亲家母啊 快请进 亲家母来了 来来来 坐 我拿东西 你等我啊 来就来了 你拿什么东西啊 是了是 我这是到北京来看病呢 顺便来看看你们 刚下火车 都是家乡的土特产也没啥 来来来 亲家母 行行行 您那病没事了吧 没什么大事 麻烦亲家母还惦记着 本客气 那个最近那俩孩子好吗 挺好的 上礼拜还上这儿来了一趟是吧 对对 那就好 那就好 亲家母 你坐啊 我给你弄点饭去 对对对 麻烦你了 谢谢了 谢谢了 下回别这么客气 我就是一天土特产 谢谢了 来 亲家母您坐 好 亲家 你最近听大明说什么了吗 说什么 我这次来看病啊是次药的 主要是 那个 秀兰啊 把门关上点 油烟都进来了 好 好 亲家 你可得帮帮我啊 新药给我打电话说 大明要跟她离婚了 这我们一点都没听说呀 因为什么呀 因为一个叫方婷的女儿 不可能 亲家怎么不可能啊 当然了 我也不能听我闺女一面之词 一个巴掌排不响啊 对不对 你得问问大明 我还想问 方婷到底是什么人啊 方婷是我们大明一个同事 亲家 这事你帮我分析分析 这不可能是空虚来风 是不是 我们家新药说的有名有姓人 不可能她瞎猜呗 这样 我呢 跟我闺女好好谈谈 你去问问大明 了解一下情况 也许是误会了 那也许是真发生了什么事 对吧 我们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这样你你别着急 回头我亲自问问大明 好不好 对了 还拜托你个事 这事千万不能让亲家母知道了 拜托拜托 提醒我嘴 她那脾气 你说就知道了 知道是吧 您放心 咱们保持沟通 不着急不着急 行行啊 没事 您喝水 好 喂 大明 一会儿有时间吗 爸我开会呢 一会儿再说 爸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啊 一会儿爸请你吃饭 就这样啊 你请我吃饭 喝点吧 嗯 喝点吧 怎么找我出来吃饭 有事啊 我听说怎么着 你跟仙耀要离婚 没有啊 谁说的 没有啊 谁说的 岳母都上咱家来了 你还不知道呢吗 你最近在家住呢吗 没有 那你住哪儿了 住我们公司 但是不用 上次回家 我就看你们俩不对劲 你还跟我这儿演呢 想骗我跟你吗 是不是 真没什么大事啊 那你干嘛 住外国去了 你们俩因为什么吵架 你们俩因为什么吵架 外边有人了 有什么人啊 没有 到底有没有 没有 真没有 我是您儿子 您还不了解我吗 把离婚谁听出来了 唉 我那也是一时气话 再说 离婚这事也不是我说的 人讲解要自己说的 江西瑶提出离婚呢 我们俩吵架吵架 吵架吵架 估计她也是一时气话 我也没往心里去 大明 爸得跟你说一句啊 江西瑶再不好 她也是你媳妇 你们俩都领这儿了 你就得对人家负责 知道吗 外边的女人再好 爸跟你说 不是 外边的女人再好 你也不能胡来 走 赶紧搬回去住啊 听得到吗 亲家呀 你好 什么是误会呀 那是误会就好了 我正在劝我们家新瑶呢 行行行 好好好 您先忙着啊 再见 说什么啦 说什么呀 大明他爸正在劝你 他说呀 这是一个误会 说这离婚的事 是你提出来的是吗 瞎说 瞎说吗 没有 好像就是我提的 什么好像是你提的呀 离婚这俩字 是随便说的吗 我不是生气吗 你没看见 他跟那方婷都那样了 哪样呢 你有证据吗 我没有 那不就得了吗 你要是没证据的话 你现在这么闹 就叫胡搅蛮缠 你这么直白地闹 就是把那个女人 闹到你老公边上去了 我告诉你 男人有时候啊 是吃软不吃硬 你老说男人吃软不吃硬 我都够软的了 他也不吃啊 你软 我不就跟你横点了 不是我说你 就你这个脾气个性 有时你老妈都受不了你 更别说大明了 让你软啊 是在行动上 真的是关心大明 体贴大明 他跟一女的买票 俩人一块看电影 我还体贴他 我关心他 我体贴不了 他怎么不带我去啊 那我听出来了 你是想离婚是吗 我不想 不想 那你就得听你老妈的 对男人得有点怀柔正常 不是跟你说了吗 男人吃软不吃硬 你比方说你打仗 咱们得智取不能立敌 听明白了吗 傻孩子 妈 妈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送东西来了 什么味儿啊 酸菜 那咸味儿呢 刘嫂 拿出房去 放羊台去啊 嗯 什么放羊台 胡说 一会儿就让他酸醇得吃 酸肝辣你没听说过吗 我这味儿都恶心 恶心 恶心 恶心好 还生不出儿子好啊 多吃酸的 明儿你就生大胖小子 你知道吗 非得吃啊 你不仅非得吃 你还得多吃 你太怎么着 你大爷儿啊 就给你拜大师去了 你求这么一个护身符 你把这带在身上啊 戴上以后 每天早中晚三次 每次你要拜十遍 准生儿子透透明灵 你这也太迷信了吧 宁肯信其有 不能信其无 可是亚同姐可在网上 你给我订了一些保健药 这不是会冲了吧 应该没事 你看咱们中国啊 地大伍博 那好多事神得不得了 也得好好拜 打扰咱们生大胖小子 你怎么凭我还着急啊 不能不急吗 我妈这嘴帮着你啊 鼓鼓在立家的位置 这么弄 戴上戴上 这酸菜不行 刘嫂炖了 真不放心 炖不出妈炖的味儿 刘嫂 来来来 这个酸菜告诉你 好 刘嫂这是什么 什么味儿啊 酸菜 酸菜啊 嗯 我闻不惯这一味儿 小凡 你 你喜欢吃酸菜啊 我妈说了酸儿辣女 哦 那是一个怀孕的习惯 强吃是没有用的 我现在还只想吃一口 你想吃 你吃 嗯 妈 我以后炖炖都得吃 炖炖都得吃 我得给老林家生个大胖小子啊 吃吃吃吧 刘嫂啊 我得上楼了 嗯 等小盘吃完你喊我 小盘你多吃点啊 嗯 哟 大鸣回来了 妈 你怎么了 嗯 我是来复诊的 哦 老公 你回来了 我爸不听我打电话 那我回来了 妈来了 我把你东西搬回屋了啊 嗯 妈 我有点累了 先回屋休息了 行 我回去休息吧啊 我把你放洗澡水啊 你不是咱俩吵架 你把你妈喊了干嘛 妈跟我爸说 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 我害怕了呀 她说我还得讲理啊 离婚可是你提出来的 那我不是生气了吗 我说的是气话 你说什么来着 你说让我别后悔 那我说的也是气话嘛 她们呀 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也不想跟你分开 我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呀 可你总跟我吵 那你跟那个方婷在一块 我心里也很不舒服 我跟方婷就是同事 也是一个谈得来的好朋友 男女之间 这不能有点纯洁的友谊吗 不很正常吗 真没什么事 你要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那我们以后跟她上来吧 行不行 那你答应我 咱们以后别吵架了 我巴不得不吵架了 谁希望放着好日子不过 天天跟你吵架呀 那咱们就说好了 以后再也不吵架了 我还继续对你好 但是你不能再骗我了 好 说好了啊 以后咱俩不吵架了 你以后也不追小心眼了 知道吗 别一神一鬼的 成交 成交 怎么成交 好 朋友们 今天呢 是我们门号摄影沙龙 正式对外营业的日子 来 掌声鼓励鼓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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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举行一个盛大 而又简单的减产仪式 有请我的亲朋好友们 来 好 好 慢点 来 拿剪刀 拿剪刀 剪刀剪刀 好 好 好 那个那个 大家别误会啊 我呀 不是这个摄影沙龙老板 真正的老板在哪呢 在那 来来来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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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摄影工作室的老板 文浩 给大家说两句 这个文浩啊 这个摄影沙龙啊 这是他多年以来的夙愿 今天在我们几个亲朋好友的帮助下 终于达成了成员 你快说两句 你快说两句 那个 你知道吗 他呀 以前就是一个街头艺人 今天啊 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摄影师和老板了 知道吗 谢谢大家 他可是我 你别再说了 你要再说的话 老板就憋死了 我真不高兴 来来来来 说说 感谢的话呢 其实我 我也不太会说 总之谢谢大家捧场 以后多多照顾我的生意 大家 现在请里边参观 好 谢谢大家 里边吃 媳妇 跟你 商量个事 我想买辆车 买车 你看刚才咱俩打车多麻烦啊 站大街上半天打不着 夏天热冬天凉的 多凿醉 买车不麻烦啊 现在买车也得摇号你知道吗 不用摇 这现在二手备案车可方便了 那人说进经济有实惠 哪谁说呀 方婷 你先别着急啊 我其实也这么认为呢 你看车这东西吧 就是一消耗品 是吧 从这个专卖店一出来 只要上了路 立马就成为二手车了 只要没照过市 手续齐全 不挺好吗 又能买出自己喜欢的车 何乐而不为呢 不光这些吧 你 那什么 方婷这不是认识人吗 你看 这就对了 你明天我想跟方婷去看看车 这不跟你请示一下 你要不同意就算了 那就不去了 我哪敢不同意啊 一向都学会离家出走了 看你说的 我妈都在上面作证呢 我爸那边让你也关上号了 我哪敢啊 咱这可是对事不对人啊 我只想用车了 那就去吧 我跟你一块去 不是 你不太想见昨天呢 我为什么不去啊 咱们家买车我为什么不去啊 什么叫你跟他一块去看看车啊 再说了 做亏心事的又不是我 我躲着他干嘛 人家做什么亏心事啊 没做最好 那就一块去呗 去去去呗 都去 了 变迪 就带我 一定要吃啊 师哥 嫂子 方田 你看我们家买车 还麻烦你跑一趟 又是周末 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的 我听大明说 你跟那个卖车特别熟是吗 是我爸跟他们挺熟的 那得跟他们好好说说 给我们多便宜点 我们家大明赚钱不容易 我们得买一个经济实惠的 是 肯定会便宜的 谢谢啊 方田啊 我还真是得谢谢你 我跟大明一吵架呢 他就跑到公寓去住 他就麻烦你替我照顾他 谢谢啊 嫂子 你别这么客气 我跟大明呢 他是我师哥 而且还是同事 最主要的啊 他是我老板 这不是得拍他马屁吗 走吧 嫂子 走吧 走吧 宝贝 这车不错啊 嗯 多妥啊这车 挺好的 我也觉得这个车挺好的 老公 你没看上那伊兰特啊 我觉得那个好 那个外观比这大气多了 老婆 你不懂 结他皮是扛折腾的 是啊 而且我刚刚看了 这个车好像才跑了五千多公里 跟新的没什么两样的 是吧 嗯 我还是觉得那伊兰特好 大明 你做决定吧 那就 那就 伊兰特 嗯 这也挺好 外观看着也挺大气的 师哥 嗯 可是这个车 要比那个车要贵两万呢 谁家我老不行 那行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声 让他们把车开出来 让你们试一试 行啊 客气 幸亏我来了 我要不来你就买那结达了吧 也不一定啊 那什么不一定 你肯定得听他啊 你看他那样 这不最后听你的了吗 那就对了 让你收集了 谢谢你 怎么呀 你咱们俩 别回家了 咱们去兜风马里 行 走 宝贝 我 今天就别去了 我可能也得出去一趟 干嘛去 我去找文昊 跟大家里写吧写吧我的车 带我去呗 你仨老爷们儿你去干嘛 多没亲人 那你别喝酒 不喝酒 我现在都立法了 喝酒是刑事犯罪 乖啊宝贝 改天带给豆腐 好吧 慢点开 拜拜 你不是跟大明买车去了吗 嗯 那大明呢 那人呢 开车险没去了呗 那车呢 不开车怎么险呗啊 你吃枪药了你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你看你这样肯定又是跟大明吵架了 对不对 没吵架 你是我生的 我还不知道你 肯定是有吵架了 哎呦 你是盼着我吵架呀 我累死了 妈你给我倒杯水喝吧 行 我欠你的 哎呀 你到什么时候才能懂事了啊 别嫌我唠叨 我这是为你好 我呀 是在挽救你们俩的婚姻呢 哎呦 你明白了吗 什么态度呢 烦不烦啊 哎 还别说啊 嫂子眼光还真不错 这车开出来还真挺好看的 是吧 嗯 找我什么事啊 特意来谢谢你啊 嗨 都跟你说了 跟我还这么客气 其实上午你嫂子说那些话 别往心里去了 没关系的 真没事啊 没事 上车 去哪啊 带你兜风去啊 那我就不去了 行了 我刚才去找浩子跟黎欣他们 都有事儿 今儿呢 我给你当一回车夫 带你上山兜个风 算是我答谢你一回 那好吧 来 坐稳了啊 哎 真没看出来 你这么能喝酒 我啊 是我高兴的时候呢 和不高兴的时候 我都会喝上两杯 是吗 嗯 那你今天是高兴吗 还是不高兴啊 说不清楚 少喝点啊 一会儿喝醉啊 大明你喜欢我吗 啊 我承认 我是对你挺有好感的 你呢 人品又好 工作又努力 但是我知道你有家庭以后 我不能去破坏你的家庭 也不能去破坏 所以我就把对你的那份感情 早就已经封锁了 我呢 就是觉得 只要能每天跟你在一起工作 一起拼搏 这样我就很快乐了 那有的人会讲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 肯定不会有纯洁的友谊 但我不这样觉得 我觉得会有的 大明 是不是因为我的出现 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对你的家庭 也造成了很多的误会 没有 你别多想啊 你不用解释 我也看得出来 即使现在讲新疆 早就把我当成 第三者了吧 看你说的 你嫂子就 她就那样 你别跟她一般坚持的 没什么欢心啊 今天呢 我是借着这个酒劲 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 我全部都给说出来了 大明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去破坏你和蒋星瑶的感情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跟蒋星瑶的感情 走到了边缘 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那也是我的错 跟你没关系 我希望永远都不会有那么一天 我也希望呢 我们两个人可以永远成为 最好的搭档 然后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互相进步 你看这样行吗 老婆 咱们好久没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哎呀老婆我今儿特别累 你今天不就开了会车吗 有什么可累的 哎呀你不开车你不知道开车有多累 真的 那我给你按摩吧 不用老婆你也挺累的 你这样一按我倒睡不着了 你睡你的呗我给你按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真不用 哎呀真不用 不是怎么了 哎没事吧我妈还吐了 啊 怎么了 你本来吃什么了 我妈这说吐就吐了怎么 你怎么又吐了 嗯 来来来喝点水一下一下 啊 晓雅 你这症状多少时间了 好几天啊 你最近来立嫁了吗 嗯 嗯 不来了 你是不是怀孕了 不能吧 这样 我找个学医的老乡给你看看 咱就踏实了 嗯 来来来来 妈给你夹夹虎口 嗯 嗯 嗯 好 好 孟大夫 我女儿情况怎么样 初步断定啊 是有喜了 周姐 恭喜你 你就要做姥姥了 真的呀 你们太好了 快点谈名打个电话 让她回来 你出去点啊 咱们三组的业绩 在销售部一直排名第一 我希望我们的场景 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周年这个品牌呢 在这个市场上 有很好的运程度 我相信我推广起来 应该不快 我们推广的时候 应该不算太困难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业绩呢 照上个月业绩 先接吧 不好意思啊 宝贝干嘛呀 我开会呢 回头说不行吗 大明 我有啦 有什么 废话 孩子呀 真的 不开了 我不开了 我不开了 不开了 我马上回家 马上回家啊 哎 怎么了 江西要怀孕了 啊 是吗 啊 我要疼爸爸了 我要疼爸爸了 我疼爸爸了 我老婆怀孕了 我得赶紧回下一趟 不好意思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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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 恭喜恭喜恭喜 大明 要是没有意见的话 那接下来的会 我带给大家开下去 大家可以做听听 方婷的宝贵意见 很多案内 都要跟我一起做 真不说了 我先走了 好 老婆 老婆 太巧了 老婆 喂 浩子 哥们儿我要当爹了 江西要怀孕了 你以为啊 没有 恭喜恭喜 大明 你可真够给力哪儿啊 那必须给力 赶紧回家 看看孩子他妈去吧 行了 不跟你说了 我是在路上开车的 大理 醒醒醒 哎呀 告诉你个事啊 哥们儿我要当爹了 哎呀 大早上起来 能别瞎闹吗 我骗你干嘛 真的 奖金要怀孕了 呦 身体不错呀 跟我不相上下呀 别在这儿跟我臭皮 哎呀 生了闺女 别忘了跟我们家儿子 配个儿女亲家啊 滚蛋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正往家颠呢 哎 别忘了给孩儿她妈买点东西啊 我至于高兴还真别忘了 你小子还说点人话啊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我往家开了 哎呀好啊 真是太好了 你想吃酸的吗 嗯 哎呦 前几天老师闹着要吃酸的 哎呦 真好 哎呦 你回来了 哎哎 来来来来 回来了你 吃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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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小姐点露你 新的露你 真是露你 真是露你 嗯 哎呀 哎呦 郭叔 修莱 待会儿回家我就得烧香祭祖 不在这一时 不在这一时 不在这一时呢 邓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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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两个月了 要好好的注意身体 你自己帮着啊 那工作的事呢 活 活 等你生完孩子以后再说 不停 不停 邓医生 邓医生 仿佛上热情对待而好 大明啊 您还挺细心的啊 应该的 没事 没事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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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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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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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这是 这才几个月反应这么厉害啊 我们家星瑶从小体质就弱 没事 正常 对吧 反应厉害点好 厉害点好啊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我回大明那时候 喂 稀里哗啦呗 等着三个多月呢 是 是 大臣是个儿子 那你们老王家就有接班了呢 是 是 是 真要这样的话 那我 太 太 太高兴了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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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了 儿子 没事吧 怎么样了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吧 干熬 没吐 早上起来吃东西了吗 吃了 都吐了吧 吃了 赶紧熬粥 好好好 来 妈妈妈 别熬了 那个 咱们今天这么高兴 出去吃吧 对 出去吃 吃啊 出去吃 出去吃 出去吃吧 对对对 出去吃 嗯 嗯 那什么 熹瑶 想吃什么呀 嗯 哎 对了 我女儿啊 最爱吃水煮鱼了 哦 水煮鱼 水煮鱼是辣的 这能吃吗 就是啊 医生说的没事 嗯 行 那就水煮鱼 水煮鱼 水煮鱼 好 好 好 哎 熹 你啊 那个怀孕单子 我给它表起来 当作纪念 哈哈哈哈 对对 嗯 怀孕单子 嗯 怀孕单子 啊 蛋免 没 没 没有单子 啊 你听我说啊 就是我让我的那个 学中医的同学啊 给他把了个脉 说他肯定是怀孕了 准确我 嗯 中医靠谱吗 怎么不靠谱啊 人家 嗯 三代都是祖传的老中医 把我这哮喘病都给治好了 他把的脉啊 比那一戏还准呢 嗯 不是 亲家母 这个事咱们可得弄准了啊 你看 亲家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不相信我 来 来 来 又要偷了 来 行 你看 你不相信我了是吧 不不不不 不是这意思 要不这样 咱们现在就上医院 检查检查 保 保险起见 不用不用不用 你心想要这样子吗 那肯定就是了 那一看就是 不用不用不用穿衣服 不用不用 那我去穿衣服 对对对穿衣服 咱们去去那学术鱼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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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新娘多穿上点啊 对 对 孕妇怕凉 外面风大 从事